未来山间磁流的消息 未了风阔的草原 流浪远方 流浪 海洋 海洋 未了风阔的草原 不要问我从来来 我的故乡还远方 为什么流浪 为什么流浪 为什么流浪远方 不要问我从来来 我的故乡在远方 为什么流浪 流浪远方 流浪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 为了山间磁流的消息 未了风阔的草原 并不停定 那个增加园 那边的蜜 肯定改善 好 我觉得 我想看 听到老师的声音是吗 今天呢已经是咱们啊 老师给大家申请下来 赠送给同学们的这个 复习巩固课程的倒数第二堂课了 那么下堂课呢 杜专老师将在课堂上 带领着各位同学们 我们来进行一个阶段性的测试 那么咱们虽然是线上学兴趣课程 但是呢杜专老师一定要保证到 各位同学们 我们学的每一堂课 咱们都能够吸收所学的每一首歌曲 咱们都能够唱下来 我所教的每一个知识点 您也全部都能理解到 所以同学们 咱们知不知道下周有这个阶段性测试呀 知道下周这个测试的 给老师打一个数字一啊 知道下周咱们有测试的 给老师打一个数字一 咱们的测试啊 是分为两部分的 一部分是歌曲演唱 另外一部分呢 是咱们的一个基本乐理的测试 也就是我们每堂课 所教的每一首歌曲当中 老师从歌曲里给你们拆分出来的这个知识点 咱们从歌曲里边提出来的这些乐理知识 您必须得掌握了 因为不管是学习声乐也好 还是说学习乐器 您都必须要掌握老师所讲的这些乐理 这样呢您才能够去做到举一反三 哈喽同学们好 好久不见啊 各位同学们好久不见 虽然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在直播间见面 但是杜专老师都有关注到咱们每一节课的学习内容啊 今天这堂课呢 杜专老师将带着同学们来进行最后一堂课的歌曲复习个程 那么这堂课我们要复习的歌曲是 《橄榄树还没有爱够》这两首歌曲 《橄榄树》这首歌曲大家是否还记得呢 这首歌曲啊 咱们在唱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最最重要的是什么 各位同学们可以给老师打在公屏上啊 《橄榄树》这首歌曲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大家可以跟着老师一起回忆一下 咱们的这个复习课程吧 就没有节奏那么快 希望每一位同学您来到了咱们复习课程的 就真的能把老师所讲的这些知识点 咱们吸收了所教的这些歌曲咱们唱会了 好吧 欢迎范萍同学已经进入到直播间的同学们 咱们可以给老师在公屏上打出老师好三个字 大家是否知道你们要进行一个阶段性的测试呢 是否知道您也要有一个声乐作品的录制呢 那么大家有没有想好录哪首歌 一会儿呢我把咱们的连麦功能打开 同学们您可以啊先跟老师这儿进行一个彩排 好吧您可以先进行一个彩排 这样呢我就能够帮您先去指导一下 您再去完成作业的时候 咱们就争取一遍通过 欢迎各位同学们啊 我看到咱们有在直播间潜水的同学啊 跟老师互动起来啊 跟老师互动起来让咱们的第一个大脑动起来 腹部第二个大脑动起来 保持两个大脑的健康 咱们才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状态 是不是呀才能够更好的去面对生活 那么下面呢杜卷老师先带着各位同学们 我给大家先宣读一下 咱们视频作业的要求啊 来在直播间的您给我打一个数字小一 在直播间的您给我打一个数字小一 很好啊 非常好啊 老师先给大家宣读一下咱们的这个 声乐学院大鹏教育声乐学院 声乐演唱作品阶段考试 声乐学院第一阶段测评要求 及评分标准 各位同学们 你们要竖起耳朵来听了哦 第一方面呢是声乐演唱 学员准备一首歌曲 曲目为板块内老师交唱的歌曲 或者说同等难度的声乐作品 学员无需跟伴奏实行清唱方式 这一条听明白了吗 各位同学们 今天的这堂课主要是带着大家复习一下 还没有爱购和橄榄书这两首歌 同时给大家宣读一下咱们的考试要求啊 明白了是吧 其他同学呢 其他同学今天有点腼腆啊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您要去选择咱们所教的这12首歌中的 其中一首 也可以说咱们去选择替换成一个同等难度的歌曲 都是没有问题的不需要您一定得跟伴奏 清唱更能够体现出您的歌唱水平 那么第二个呢 您可以去选择咱们唱是唱歌的里边的这些 军港之夜啊 天之大 兰花草 还没有爱够你的眼神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但愿人长久 乡间的小路 叶利亚女郎 同一首歌 探浪 大海啊 故乡青春无奇 这些歌曲任您去选择 这是咱们的一个曲目推荐啊 曲目推荐有没有觉得不知不觉已经唱会这么多歌曲了 第三测试目的 此项测试内容需要学员能够提前准备好 通过对第一阶段的学习更好的认识音乐的语言 感受音乐的高低起伏 综合掌握乐理与实践相结合 运用到声乐曲目的演唱当中 评分标准从学生的声音状态 评分标准有以下几个标准啊 所以大家在听老师说这个标准的时候 您在唱的时候咱就要去注意到了 第一 声音状态 然后是咬字 音准 换气 节奏把控 情感把握 以及在歌曲演唱时的表现力 从这几个方面来对学员的演唱进行综合评判 这一条大家明白了吗 明白了 您给读卷老师打一个小一 那么咱们现在啊 已经学了这个一段时间的课程了 你再去唱歌的时候就不要以 争取不要以交作业为目的 咱就是像演出一样 我把手机立在那儿 我就站在屏幕面前 当时我上台演出一样 确实啊 现在因为疫情也很不方便 没有那么多的场合 也没有那么多的机会 可让我们出去展示歌曲的 那么我们就把提交的这次考试作业 当做是自己阶段性的一次小的汇报演出了 在这个视频里呢 您就大胆的去发挥 加上您的表演 加上您的动作 以及对歌曲的情感处理 大胆的释放就可以了 好吧 老师看到有刚刚Alice刚刚进来是吗 Alice老师现在正在给大家讲 咱们阶段性考试声乐演唱部分的老师的要求 在歌曲演唱这一块呢 要从音准、咬字、唤气、节奏、情感把握 以及在歌曲演唱时的表现力 来对学员进行一个综合的打分 评分规则咱们的满分是100分的 95分以上您就是特优积 90分以上咱们是优秀 85分以上是优积 80分以上就是优良 75分以上是好 70分以上是良好 60分及格 60分及格 如果说咱们没有及格的话 那么不好意思 您没有办法继续往下学习了 就需要去再去巩固一遍了 Alice又见到杜段老师了 老师好 Alice老师看到您非常开心啊 期待看到你们的声乐考试作品 那么呢 我们会从每一个细节处啊 咱们的像音准两分啊 咬字一分换气这些 从每一个细节的打分处 去给咱们的同学们 进行非常细致的评分 所以我期待看到各位同学们 你们都能拿到多少分 争取咱们都能够及格 甚至向特优去充一充 好吧 那么下面呢 杜段老师来给各位同学们说一下 咱们录制这个考试作品的视频要求 各位同学们也要注意了啊 咱们的一个视频要求 如果说您还是 有些同学啊 还是有点不好意思 每次录作业的话 他就录一块花 或者说录上墙 因为这次考试啊 我会从你们的一个 整体的舞台表现力去给你们打分的 你看是不是 咱们真的是要做就做到最好啊 你看其他的地儿 哪说你学完还给你考试 咱们的考试不但有阅历考试 还会有歌唱部分的考试 让大家全面发展 来我给大家宣读一下咱们录制视频的要求 第一呢 您要被谱演唱 也就是您不能再看着谱子了 咱不能再看着谱子了 那么所以说啊 这就要求你要把气口提前都整明白 对不对 气口提前找好 包括整个咬字啊 反复点啊 这些全部都找好 第二个呢 选择歌曲要求要在60至90秒 那么如果说您想唱一个两分钟的作品 也是可以的 但是一定要大于60秒 好吧 然后视频要求呢 视频要求这一块大家要注意了啊 录制时第一部分为学员的自我介绍 您要爆出您的姓名 年龄 学习时长 演唱曲目的名称 这个就像我们上舞台之后的自我介绍一样 我给大家来做个示范啊 比如说Alice今天录视频了 哈喽大鹏教育的学员 哈喽大鹏教育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Alice 我今年18岁了 我学习声乐两个月了 今天我要演唱的声乐作品是 映山红 然后就直接开始唱歌了 那么在表演的这个 在录制这个作业的时候呢 您要保持声音及画面清晰稳定 人像完整 我要看到你的整张脸啊 你得把争取把你的上半身录出来 保证你的上半身始终都是在镜头里的 便于我去给你一个整体的舞台表现力啊表情啊 整体方面的评判 好吧同学们 那么啊 整个咱们的一个考试下来了之后 你如果上了90分呢 证明咱们这段学习 这段时间的学习积极性是很高的 并且在课后 你也是非常认真的去完成了 杜专老师所教的每一个作业 每一个知识点全部都吸收了 也能够更好的将我所说的这些知识点 去应用去挤一番三 对了爱丽丝背虎演唱多于60秒 对自我介绍啊 自我介绍就像一个演出时的爆幕是一样的 那么如果说啊 您的这个到时候得分 是属于80到90之间了 那就证明啊 咱们这个基本功吸收的还是很好的 那么在举一反三的时候 肯定还需要您再去不断的加强训练 那么如果说您的这个成绩还没有到80分 那么老师就建议把我们之前的所有课程 再去反复观看 跟住老师 咱们反复练习 不要心习 滴水穿石 对不对啊 你要 你要有你的每一次进步和变化积累起来 才能够产生质变 确实学习声乐啊 大家学的这段时间有没有觉得 学习声乐 它是一个你每天摸不到 看不着的 是不是 但是呢 你就能够你回头去看的时候 就能够感受到 哇 原来自己进步了这么多 自己整个人的状态也好了很多 这就是声乐的魅力啊 那么好长时间没见杜角老师了 大家觉得杜角老师这段时间怎么样 有没有变得更年轻 有没有变得更年轻啊 同学们 那么刚刚呢 杜角老师所说的 咱们视频考试的这个要求 各位同学们都知晓了吗 知晓了给老师打一个1 各位同学们 咱们漂亮了 谢谢Alice 谢谢Alice 其他同学呢 老师所说的这些 咱们视频考试的这个 都已经没问题 更年轻了 谢谢 非常好啊 同学们 也希望咱们跟着老师们 一起学习声乐 你们也能够变得状态越来越好 越来越年轻 我相信一定是有这个实力的啊 发圈真好看 是吗 谢谢 因为今天呢 这个头发 没有太整名 所以就带上发圈了 来同学们 那么除了这一部分啊 除了视频 除了咱们一个视频作业之外 还有一个呢 就是有一个阅理 有一个阅理考试啊 那么会有几个部分 会将咱们这段时间 所学的某一些知识点 重点的阅理知识 给你们出一道题 下堂课 咱们直接在随堂测试 好吧 太喜欢听艾丽丝说话了 各位同学们说话 每次上完课啊 我都特别开心 上课前呢 特别期待在课堂上 看到各位同学们 那么上完课呢 每次也都是美美的 开心的回家了 是吧同学们 咱们跟着老师 快快乐乐的唱歌 每个人都能够状态越来越好的 来 下面呢 我跟大家先简单的聊一下啊 就是咱们这个阅理测试 王小杰同学刚刚进来 是吧 刚刚呢 老师给大家说了一下 咱们本次阶段性测试的一个 视频考试的一个要求啊 Alice有在屏幕上给咱们打出来 第一要求呢 是被迫演唱 第二个呢 是大于60秒 第三个呢 是自我介绍 第四个呢 就是您要保持您的上半身 咱们一直在屏幕里的便于 老师给你去评分 咱们看看啊 咱们看一看 自己的评分 在老师的哪一档里边 好吧 那么除了这一部分啊 还有一个阅理知识的考试 阅理知识的测试 那么会将咱们之前所学的一些 阅理知识给你们出成考题 下堂课的前30分钟 我会给大家时间 你们随堂去测试 小然 小然同学好 老师有看你录的那个视频啊 就包括我们有很多 就是从体验营的课程的时候 我就有看到您的视频 您的班主的老师 我们都有看到那个视频 确实进步非常大啊 进步很大 给你点个赞 非常大 我们的每一位同学进步的 那么同学们 你们想不想 我提前先给你们 我随便挑几道题 我给你们去 先给你们透一个小风 然后你们去感受一下 这个测试的难度 想不想要想的 给老师打一个小一 下堂课啊 下堂课老师会给各位同学们 来做一个阅理测试 咱们在课上直接测试 想是吧 那杜嘉老师呢 给大家随便来挑一两道题啊 这个真的是 我看一下啊 来我从我的普面上 直接来给你们打开 大家可以跟着老师先来 预习一下咱们的考试内容 好 这一个节奏型 如果我给它出成一个选择题的话 是切分节奏 负点节奏 还是说密集节奏 老师现在圈成蓝框的这个节奏型 叫什么节奏 没错啊 切分节奏非常棒 非常棒 对了 切分节奏 那么负点啊 如果是负点节奏的话 负点节奏的话 负点音符的演唱长度 是前面音符的几分之几呢 对了啊 负点节奏 那个负点的演唱指 演唱的实质 是前边这个音的 它的几分之几 这一页 这一页有一个负点节奏啊 就是这个画红框的 对了 二分之一 很好啊 看来同学们学的还是非常的好的 那么四三拍的强弱规律是 强 弱 弱 四二拍的强弱规律是什么 四二拍的强弱规律是什么呢 四二拍 大家跟老师一起去 一起去思考啊 四二拍对了强弱 那么四四拍呢 四四拍的强弱规律呢 四四拍来给老师打出来啊 对 强弱 四强弱 很好 那么如果说拼音里 歌曲的它这个音 是后笔音 音 那么咱们在唱的时候 要唱前笔音还是后笔音呀 听起来声音会好听 声音会饱满 你们会选哪个 是不是会读成前笔音 音呀 比如说明 明 F P M P P F是什么意思 F是什么意思呢 各位同学们 咱们啊 其实有没有觉得我们 十二节课学下来之后 然后呢 我又去给同学们申请下来的 这个让同学们去复习 巩固的这个课程 整个的这样一个流程下来之后 咱们其实啊 对歌唱的一些 初级的一些 全部就能够掌握了 是不是 不管是从唱歌的时候 还是说去从普遍分析 咱们都掌握的比较好了 对吧 我给大家出一个 出一个 出一个选择题 出一个判断题吧 演唱歌曲的过程中 一定要把气用完之后 再换气 这个是对还是错呀 演唱歌曲的过程中 一定要把气用完之后 再换气 你们认为这一个是对还是错呢 错的 对一定是在歌曲的这个 旋律感中 找着自己舒服的方式 就包括啊 老师有给同学们教过 你们也可以说 你们也可以啊 如果说在唱歌的时候 咱们没有去找到 唱歌不知道怎么去找气口 那么您就去朗读歌词 在朗读歌词的过程中 去找到气口 把气口画出来 然后歌曲中去唱了 对不对 来再出一个啊 零在简朴中表示的是 休止 就是停下来 不用唱 对吗 零是休止 停下来的意思 对不对 对吗 各位同学们 是的 零是休止 那么很多时候 咱们在 就是看到空拍的时候 有一种呼吸方式 叫做声段 气不段 就是声段 气不段啊 你的气吸好了之后 保持在那儿 声音断开就可以了 好吧 来好的 刚刚呢 老师带着同学们 我们去预习了一下 咱们下节课的一个 阅理考试 那么啊 咱们的演唱部分 表演部分的考试呢 需要大家在这一周的时间里 您去准备好 您去准备好啊 这个月是有31天的 也就是在下周一之前 您要把这个视频录制好 发送给我 好吗 要发送给 发送给我的 录制的时候 保持上半身 咱们一直在屏幕之内 我要看到你的歌唱状态 在这次提交作业的时候呢 咱们就不用试着 板板在这儿的 坐在那儿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我的故乡在远方 就不用这样拍手了啊 就是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我的故乡在远方 加上表演 为什么流浪 流浪远方 缓缓地可以加上一些肢体的动作的 好吧 好来下面呢 老师带来各位同学们 我们来将我们11堂课和第12奖的这两首歌 橄榄树 还有还没有爱够 我们来进行一个复习巩固 好久没有做口鼓操了吧 同学们 是不是好久没做口鼓操了 先跟杜娟老师来做口鼓操 让咱们的口腔放松啊 是不是很久没有做口鼓操了 同学们 你们自己在唱歌的时候 包括自己在私下 有没有经常去做口鼓操呢 有没有经常去练一练口鼓操 确实啊真的是你练口鼓操 就能够让自己显着年轻 让自己状态就很年轻了 稍等一下啊 来我们跟着杜娟老师 先来做一个口鼓操放松 我们练个声直接开始唱了就啊 今天呢我们换一个什么音乐 来做发声练习呢 大家有没有喜欢想听的音乐 今天呢是我们最后一堂的 歌曲复习课了啊 所以今天呢大家也可以跟着杜娟老师 一起聊一聊天 看看这段时间在学习声乐的过程中 有没有遇到哪些问题 我去帮大家解决一下 好吗 这堂课呢我们就边聊天 边复习 大家可以跟老师提出来 有哪些内容我们没有讲到的 或者说您在咱们大鹏教育 学习的整个过程中 有哪些问题啊 您都可以给杜娟老师说 杜娟老师我去尽力帮你们去解决 好吧来我们先做一个口水 来嘴巴 左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Let's go, everybody, and play a game of song I'm going to play a game of song I'm going to play a game of song 走 走 jumping, grooving, dancing, everybody ruling, moving, singing, night to day let's fun, fun together let's play the fantasy game 开门打响 cracking, beating, clapping all together rocking, bumping, screaming all along let's go, everybody and play a game of song 打开开开开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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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种方法 没有感觉做完了之后 整个身体都舒展了 没有觉得做完之后 整个人都舒展了 当你身体舒展了之后 你才能更好地去运用到 咱们歌唱这段乐器 还记得在体验营课程上 老师给大家讲了 咱们常用的几大腔体吗 咱们在歌曲演唱中常用的这几大腔体 鼻腔 口腔 喉腔 胸腔 腹腔 那么学习了这12节正式刻下来 咱们有没有感受到每一个腔体 咱们在唱不同歌曲的时候 咱们去运用的腔体也是不同的 像这个鼻腔 是不是就是高位置演唱呀 您在唱很多高音的歌曲的时候 这一块的力量不能少 整个声音感觉是从这往前走的 对不对 像我们唱 你说 我那也难飞后和我一起走 这个歌的时候要用那个腔体比较多 来给读者老师打出来 各位同学们 胸腔 对了 还有哪个腔体 我知道这是给我最大的迁就 两个城市分割了彼此的温柔 其实啊 腹腔 你是也要一直在用的 对 口腔 口腔 腹腔 包括胸腔 是你啊 不管唱什么歌都会去运用到的 因为不管是什么歌曲 它肯定是有这个需要你用力量支撑的 这就离不开咱们的腹腔 对不对 那么咬字呢 你完全要运用得上口腔的力量 但是不能说把这个声音憋死在这了 咱只要做的是保证每个字字正腔圆的出来 落在你的牙齿上 后槽牙上 但是呢 字不能说落在这就停在这了 要 你说大眼南飞后和我一起走 要往外翻啊 这样的声音才会好听 包括唱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我的故乡在远方 整个声音你除了立起来还要有一个往外走的趋势啊 我给大家说四个字 大家可以 给大家打在这 凝神聚气 这个词大家之前都有听过吗 有些同学啊 咱们在唱歌的时候 咱们在唱歌的时候还是有一些伞的 有一些伞比如说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我的故乡在远方 这个七夕也有意识去用了 那么换气呢 也做得非常好 老师我的 我的大鹏 你称是心意就是小意 我知道的小意 我知道的哈小意 也习惯就是叫你小意是吗 习惯更叫小意一些是吗 刚刚啊 老师给大家说凝神聚气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希望啊 有些同学感觉这个声音 好嘞 好嘞 明白了 Alice 我可能啊 第一印象就是叫Alice 唱的那个硬山红 就一下子让我记忆有心 所以我总是就是习惯叫Alice 来同学们 我们继续啊 刚刚呢 老师给大家说凝神聚气 有些同学唱歌的时候 总会来回飘 就想啊 你们可以想一想 如果是你家小孩 有时候呢 他给你撒谎了 你问他今天作业 为什么没有写的很认真 因为我这个因为我那个 因为我放学的时候我的书包收拾半天 然后怎么怎么样 是不是 而且他这个眼睛总会来回去看 你就听的是没底气的 一听咱家孩子是撒谎了 有没有这种感觉 有的你给老师打一个小一 有的给你打一个小一 有的给你打一个小一 就包括啊 杜短老师有学生 我说 这首歌练了吗 包括啊 我有些线下的学生 一考生 老师问 因为一考生的这个节奏啊 是非常的快的 因为他得考大学啊 对不对 参加一考 所以啊 我留的每一个作业 我必须要求他 我必须要求他 每一个怎么练 你就得怎么练 如果要是没有按照我的要求去练的话 我给你布置的一些作品 那就没有意义了 是不是 所以啊 我每次一问 你这首歌练了吗 老师我练了 我今天在家里的时候 我唱了两遍 一听就是没底气 如果是非常的坚定 老师我练了 那么他证明 他是真的是练 他有底气的 为什么说呢 宁神聚气这个词 他自然是有他的道理的 对吧 他自然是有他的道理的 所以啊 你在唱歌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当你感觉 我有意识去用我的气息 但是呢 我这个声音听起来 就是不集中的 那怎么办呢 那您啊 可以咱们盯着窗外 你也可以对着镜子 就盯你自己的眼睛 当然了 有很多同学啊 咱们不好意思 一直去看自己的眼睛 您就可以 咱们天气好的时候 不刺眼啊 这前几世窗外的阳光不刺眼 咱就盯着窗外 去唱歌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我的故乡在远方 声音一直都是冲着一个点往前去走的 您想象着你的面前有一个人 有一个听众就是你最忠实的听众粉丝 你要把声音唱给他 你想象着杜娟老师就是你忠实的那个粉丝 我就在你的面前 你就唱给我听 而且你要唱到我的眼睛里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我的故乡在远方 声音盯着往前走 这样呢 你才的你的气息 才能够稳 明白吗 你的气息听起来 它才是有一股神的 不至于是听起来 啊 来回飘 如果你来回飘 这样的声音一定是不好听 听起来是没有这个焦点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好吗 来我们来做一个发声练习 我们来做一条简单的发声练习快速 啊 来 练 找到打哈欠的感觉 把手放这 嘴巴像打哈欠一样张开 有些同学啊 一张开嘴巴打哈欠之后 你的这个舌头就 缩回去了 这样缩回去的自然声音不会好听 你要把这个舌尖啊 让它放在你下牙齿的内侧再去吸引 你看我这样一张 你能够看到我的喉咙 这是内口腔打开的一个状态 来我们去 不管是咪开口音还是说妈开口 不管是咪这个B口音还是说妈这个开口音 你都要去 你妈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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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打哈欠的感觉 你妈咪 你妈咪 声音不是 咪 妈 咪 而是要 咪 妈 咪 往前去找 咪 妈 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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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听众有点兴奋 咪 妈 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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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行 保持住 下行音节很重要 不能掉下来无论是从声音上还是位置上 保持住 你要感觉声音是往上去唱的 来再来 咪 妈 咪 咪 妈 咪 咪 妈 咪 大哈欠 咪 妈 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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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咪 咪 妈 咪 咪 妈 咪 咪 妈 咪 找到打哈欠的感觉 其实你唱歌的时候不用那么卖力的 找到打哈欠的感觉就可以了 好吧 那咱们啊 下面的老师带着你们去复习一下 橄榄树和 还没有爱购这两首歌曲 从这两首歌曲中 你需要掌握的知识点是 四分音符 八分音符 负点节奏 以及 四二四三四四拍的抢弱规律 在这一块啊 我就不耽误时间了 因为呢 我看到咱们有很多同学们 刚刚老师给大家预告 咱们的那个阅理题的时候 大家都没有什么问题 对不对 那我再出一个问题 在发声 在做发声练习的时候 在做发声练习的时候 你的音阶向下 声音是要往上走还是往下走呢 声音位置是往上还是往下呢 咱们在唱发声练习音阶的时候 音往下走了 那么声音位置是往上还是往下呢 刚刚我有强调过啊 给我打出来是上还是下 非常好 如果你往下的话 音阶本来不往下 如果你的声音位置也不 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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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 就掉下来了 当然我做的有一些夸张啊 但是 对于初学者来说 包括我现在去做发声练习的时候 我还是会 咪咪咪咪 去找歌唱位置 以及通过外部 我的一些动作 去让我的这个声音变得更加的好听 那么包括你们在唱歌的时候 其实你不要觉得这个动作 它只是这样 你身体上的一个动作 不能够帮助你的声音 其实啊 这些动作是能够让你的声音变得更集中 或者声音位置有走向的 你看 你气息不稳的时候 你可以 咪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往下 如果声音出不来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我的故乡在远方 整个声音你可以做这样的动作 让你的声音往出去走 通过一些外部的肢体动作 去给咱们的声音加分 好吧 来我们直接看谱子了啊 我们直接看谱子 我给同学们把一页一页的谱子都打出来了 我把我调成小的 来我们直接开始 我们直接来唱 这是一首地调的 圆调是地调啊 那咱们在唱的时候 我看一眼 来我们可以直接唱地调 同学们地调把哪个把哪个音唱成都 地调哪个音唱到啊 今天咱们就边聊天 然后我边提问 你们边去复习 这样的我相信各位同学们 都能够在咱们的阶段性测评上 拿到90分往上 比对了啊 Roy YQ 同学 Roy 没错 D调呢 就是把D 你把手放在琴上 大拇指放在这个位置 D 就要放在D的这个音上 也就是咱们所去看到的身体面前的这个D 然后往后去拉 拳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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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u Ray Mi Fa Sol La Si Do Dou Si La So Fa Mi Rai Do 好吧 我们试一下D调吧 我们教的时候 教的是C调的 我看一下D调 各位同学们能不能唱 不要问 不要问 我从哪里来 不要问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我的故乡在远方 保持住 来我觉得C调可能唱的更舒服 像我们还C调 这个原调是第一条 我们今天来唱C调 还是跟咱们交的时候统一 来准备啊 一二一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我的故乡在远方 为什么流淌 同学们来我们拍着手啊 一二一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我的故乡在远方 为什么流浪 再来一次啊 我来边圈边去唱 不要问我一二一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我的故乡在远方 为什么流浪 流浪远方 流浪 把拍子 你拍手的这每一下是起的那一下出音 还是说落下去的重拍出音 咱们都对上了吗 对上呢 你给老师打一个数字一 拍手的时候 跟你的这个每一个重音对上了 你给我打一个小一 因为这首歌吧 最主要的啊 就是这几个弱体 你全部能够在这个弱拍子里进去 就达到了我教这首歌的目的了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我的故乡在远方 为什么流浪 流浪 流浪远方 流浪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 为了山前侵流的消息 为了宽阔的草原 流浪远方 这里建二房子 流浪 还有还有 为了梦中的橄榄 橄榄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我的故乡在远方 为什么流浪 为什么流浪 为什么流浪远方 来再来一次啊 这一部分 还有还有 准备 还有还有 为什么流浪远方 为了梦中的橄榄 橄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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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一块只要的这个弱排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然后唱完这一段比较自由的这一块的旋律之后 你再去唱到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不管你是唱的多散多慢 到这一块的时候都要 咱们把这一块的节奏卡住了 都是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把这拍子卡住就可以了好吗 我把连麦打开啊同学们我试一下 咱们试一下这个连麦功能 从小程序进的今天大家试是吗 咱们试一下你们的屏幕上有没有连麦的这个按钮啊 助教老师 我问一下助教老师哈 各位同学们咱们 有是吗那准备上麦吧 来我听一下啊我听一下 今天最后一节这个 送给同学们的这个课了 下一节课就直接考试 那么今天呢 我给大家去听一下 大家在哪方面做的好 哪方面能更好好不好 王小圈 同学您好 老师好 小圈同学您好呀 我们直接开始好吧 需要看谱子吗 可以听到我说话吗 小圈同学 老师好 老师能听到您说话 您可以听到我说话吗 我可以听到您说话呢 您能听到我说话吗 小圈同学可以听到我说话吗 我是可以听到你说话的 其他同学咱们可以听到我们两个声音吗 我们重新重新连一次吧小圈同学 让给其他没有连过歪的同学 其他同学可以是吧 我也可以听到小圈同学说话 但是就听不到声音 她听不到我说话 连声了 哈喽这次可以听到吗 可以听到老师 好嘞好嘞 那我们看谱子唱还是看歌词唱 都可以 因为这个歌 这首歌比较熟悉 行 咱们看谱子 把这个 空拍若启做出来 好吧 好 唱歌的时候 那天我有去看咱们录制的那个视频 太漂亮了 那么从声音演唱方面呢 进步也很大 不管是从音准啊 还是说这个气息的运用方面进步都很大 我也非常开心啊 继续加油 好吧 谢谢老师 主要是尹翰老师和杜娟老师教的好 感谢各位同学们对我们的信任和认可 你看大家各位同学们都这么优秀 都是年长于我们的 现在呢 在咱们大鹏教育学习 喊上我们一声老师是我们的荣幸 所以我们肯定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把我们学习的分享给各位同学们 好吧 好 来我们我们直接开始 打好拍子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可以吸着点唱 直接开始吧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OK 小人同学你告诉我 这个是应该强拍镜还是弱拍镜 强拍镜 你看这个拉前面不是有个空拍吗 哦 而且这一小节里四二拍那是不是以四分音符文一拍 每小节有两拍它是一强一弱呀 那么它肯定是在这个弱拍进的 而且是在弱拍的弱拍里进 一弱拍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一弱拍 一弱拍 我的骨拍 我的骨香都是一样的 我们开始吧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又是不要 又是不要又着急了 又是不要 又是不要 要这样 不要 不要先拍手再出不要两个字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我的骨香在哪里来 又是我的骨香在哪里来 好 OK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我的骨香在远方 为什么流浪 流浪远方 流浪 为了天空飞翔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 为了地里流淌的消息 为了梦中的草原 流浪 好 那么刚刚唱的时候 第一拍进的时候 我不知道是网络问题 还是说咱们的这个手拍手 我没有对上前边 第一拍进的时候 是若启 但是后边又忘了若启了 但是从为什么流浪这又是若启 就又回来了 所以我们唱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 所有的从普面上来看 所有的这些 每个音前边 你看这个字是不是上面对应的有音 对不对 字对应在这个音上边 如果是有这个A 有一个零 有空拍的 那么一定是 不要起来的那一下出字 还是 为什么流浪 或者 我的骨香都是手起来的那一下出字 好吗 好 好 我们再试一下吗 还是说您客下再去练习 我在练吧 老师 让其他同学连麦吧 好嘞 非常好 保持住这个状态 首先我跟你说 你在唱歌的时候 音准和气息进步都很大 然后像弱牌这个 咱们就是慢慢的去拍着手去唱 不要着急 不用着急 一首歌全唱完 咱就唱几句 只要是让他掌握好这个规律 这个乐感出来了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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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慢慢的这样去感受就可以了 好吗 好 再来一次 不要 我听一下 我听一下这个第一句 我才放心下麦 好吧 我们拍手来一次 直接进第一句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不要 开了那一下 不要 不要 手到这儿再说不要 开始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对了 我的同样 就这样的方法是去上 一定是 我的 再来一次 我的 我的鼓现在 对了 对了对了 这次啊 你看这次我才放心的下麦 刚刚呢 我就感觉你是怕 怕给老师添麻烦 怕耽误时间 然后就感觉瞎麦了 这才是真正的找着 你一定是 开手的那一下再出声 好吧 好 不要问 会了 对 会了是吧 再巩固一下 一会儿再巩固一下好吗 好的 好嘞 加油 加油 期待看到你的阶段性测试 加油 好嘞 哎 老师已经给下麦了 非常好 各位同学们 咱们就是在这种连麦中 发现自己的问题啊 所以如果是在连麦中 我给你去指出问题了 你就直接去调整就可以了 不用觉得不好意思 咱们就是在不断的连麦中 你才知道你的问题出在哪了 这也是啊 这个连麦功能 我觉得真的是 学习声乐必须要有的 对不对 你看现在上市面上的这些 学习声乐的平台 包括抖音上一些免费课程 也是很多的 但是真正 是在连麦的这个过程中 你才能知道自己的真正的问题在哪 所以同学们 一定要抓住每一次连麦机会 好吧 来我们直接开始 我们来复习一下 还没有爱够这首歌 老师呢 带着同学们 我们来完整的演唱一次啊 这个就是强牌了 你说看 你说 大燕南飞后 和我一起走 我知道 这是给我最大的迁就 两个城市分割了 彼此的温柔 思念如雪融化 点点滴滴的流 这次全部都是强牌了 我来弹琴 你们来拍手 你说 預備 走 你说 大燕南飞后 和我一起走 和我一起走 这是给我最大的迁就 两个城市分割了 彼此的温柔 思念如雪融化 点点滴滴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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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想给你的爱 会成为不休 那种爱香味 曾出脚的春酒 虽不曾和上一口 也醉了三秋 还没有爱过 把每个字 把每个字 这首歌是落在墙牌上 这首歌应该没什么问题 是不是 这首歌能够唱下来的 您给杜娟老师打一个数字小一 全部都是墙牌上的 你说 我猜想 我猜想应该有很多同学会去唱这首歌 这首歌也是现在网络上很火的一首 是不是 网络红歌 来我们来一次啊 拍着手 这次老师给一个音 我拍着手 我们一起 一二一走 你说 大眼南飞后 和我一起走 我知道 这是给我最大的迁就 两个尝试分隔了 彼此的温柔 思念如雪融化 这首歌 点点滴滴的流 多 多想给你的爱 会成为永久 多想给你的爱 会成为不朽 那种爱香味 曾出教的春秋 虽不曾喝上一口 也醉了三秋 还没有爱够 把声音落下来 这首歌 你要 你说 大眼南飞后 和我一起走 落在你的胸腔上 就可以了 好不好 同学们 那么啊 今天呢 是我们最后一堂 复习巩固课程了 从明天开始啊 大家就可以去着手 去录制视频了 一定要记得 在录制视频的时候 上半身都要保持在镜头里 在这次录制这个作业的时候 您要加上一些肢体动作 加上表演 然后再去完整的呈现了 将老师所有在普面里面讲的 弱起也好 还有说是这个强拍 你说 大眼南飞后 和我一起走 强弱拍啊 气息都去做到了 然后唱的时候再从容一些 我发现啊 有些东西在唱歌的时候 是比较反正的 对不对 唱唱的 把自己憋在这 那咱们就可以动起来唱 你说 大眼南飞后 和我一起走 身体动起来就可以了 好吧 好那同学们 那咱们今天的课程呢 就到这里了 下节课呢 最后一节 老师给大家申请下来的 这个课程 我会给大家进行一个 直接随堂测试啊 随堂测试 咱们会直接在课上 进行一个小的 阅理知识的测试 大家可以去回顾一下 咱们所讲的这些歌曲 从普面上去看一些这些知识点 不过我感觉啊 刚刚跟大家聊一下的过程中 感觉各位同学们吸收的 还是比较扎实的 你看咱们 当你把这前十二首歌 咱们打下了坚固的基础之后 后边再去学歌的时候 就会很快了 这就是我一开始 我就在强调的 任何事情 你向上发展的前提 一定是你先有一个牢固的基础 现在咱们把技术已经加 已经打实了 后边就大胆的去唱就可以了 好吧 好感谢同学们啊 感谢各位同学们 那咱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了 大家有时间抽时间 都要去参与到咱们这个阶段性测评当中 老师去给你们打分 你们也对自己有一个 自己去感受一下我们能得多少分 对自己心里有个数 行不行 爱你们哦同学们 大家去喝点水 秋天比较干啊 一定要多喝水 秋天比较干一定要多喝水 然后这个现在天气也是变换的不定 所以大家要注意穿衣薄了厚了的 穿的适当了 然后多喝水 好吧 下节课见了各位同学们 拜拜 拜拜